吹浪吹风飘荡 吹着一生泪浪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熊宝君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传说中的非牛顿流体 这个非牛顿流体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它的特性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就是欲柔则柔 还有四个字 欲强则强 那今天这个非牛顿流体我们具体要怎么玩呢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玩 所以我们还是测试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欲强则强 我的设想是把这个非牛顿流体制作好了 放在地上 然后再将一个西瓜从三层楼的高度扔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过加速度的西瓜 再砸向非牛顿流体表面的那一瞬间 它是会直接爆开 还是渗入到非牛顿流体里面 它的制作也是很简单 我们直接把玉米淀粉和水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现在它完全是这种比较稀的液体 我们需要更粘稠一点 再倒一袋 哇这两包都已经放进去了 怎么还是那么稀 到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五代下去的感觉虽然粘稠了很多 但好像还是打不到那种效果 第六代 第七代 第八代 现在开始就有那种感觉了 不过里面全部都结成疙瘩了 好难捏啊 再放进去八代玉米淀粉之后 我感觉已经有内味了 现在我把手轻轻的放进去 就陷进去了 哇它的吸力好强啊 哇 没有问题 一揉则揉 那现在我用力的打它一拳试试 站起来 我的天哪 虽然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但是自己亲自尝试了 还是非常震撼的 牛不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实验 我把这个西瓜从这个三楼上扔下来 正中这个非牛顿流体这个盘里面 那么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西瓜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就是我们不会逛这枝 但 может很雨 晚上和 começa 开始 走 今年中的正式 走 门 水 看 ó 内偿 一直在这样 但是在这边 这个食物再加上有风的原因 所以我们的西瓜 并没有砸中这个飞牛顿流体 那本来这个时间到这一步呢 是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 但是 我可是有备而来啊 哈哈 虽然是又出了一点点小小的意外 但是至少比上次要进步一点的对吧 只要我们再进步一点点就可以成功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还有西瓜 我们做实验吧 讲究的就是严谨 要考虑到各种突发情况对吧 猜一下杂中没有 杂中扣1 没杂中扣2 3 2 1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只剩最后一个西瓜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 我们必须改变一下这个实验的方案了 没办法 今天的意外情况说是比较多啊 那我打算用力把这个西瓜砸向飞牛顿流体 这样也能够模拟出来 它从高速坠落的这个加速度 这飞牛顿流体呢 虽然是被西瓜染了似的 但是 特性还在啊 好 好 好